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我的人生遭留在你那里 你还喝了苦做小洒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前奥迪小姐姐现理想女同学 我觉得来到理想 第一件事我就要给老谢安排一个全球首发 这不就安排上了 哎呦对我不错 那必须的 要不是快嫁人 我都以为他对我有意思 一直给我安排首发 怎么可能 奥迪也这样子 在我的地下也这样 你老板会不会以我们两个什么关系 只是因为你的粉丝很喜欢我而已 当然喜欢听他唱歌 不过今天怎么称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L9 真的是安排上旗舰级的老板 是不是这是一台全球旗舰智能SUV该有的一个设计 理想L9是我们一款为家庭打造的全新旗舰SUV 你看我们这个设计它还是延续了理想万的星环大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语言 这个星环大灯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体式贯穿的星环大灯 为什么我说它是全球唯一的一体式贯穿星环大灯呢 是因为其他家的如果说他们是贯穿式的星环灯的话 你可以等我回来再介绍吗 这是我的节目好不好 你自己就介绍我要讲什么 我觉得这个星环大灯还是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这一次这个设计很重磅的一个亮点 因为它的一个全长是两米多的这样一个全长 而且你看它这个星环是一个3D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在哪个角度去看这个星环 其实它都是一样的一个视觉的一个体验 而且它这个进光灯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如果跟我们的精品相比的话 它这个进光灯的这个效率也是提升了25%以上 来理想变光芳了 没有没有我还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星环灯而且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就是我们其实跟我们的雇用商海拉是花费了将近一个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为大家打造的是不是真的很美 还有设计感科技感跟未来感 所以我们整体的设计我觉得就是还是 我觉得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这样一个设计 ICUV该有的 大家好我在这里 他都讲完了 你不要背对观众好不好 你不要每次都背对观众 我跟他拍拖很辛苦 但是不过他刚讲的是对的 确实这个两米长的这个我是没有怎么看过 然后重点是我觉得这次你们有很特殊的设计 就是你们就要把水箱罩设计在这里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没有水箱罩 这个是有什么概念吗 理想L9就是完全的一个未来感的一个设计 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这样一个设计 而且基于我们全自研的这种增程电动系统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主动式的这种进气格山 然后设置到这样的一个下面 然后这样也保证了我们这样一个设计的一个科技感跟未来感 不过确实这个设计是我看了蛮多车没有这样的设计 说真的 不过外观上面我还发现一个就是你们还是用这种 你们这LED大灯我刚刚看展示 不要背对观众 不要背对观众 我跟你说不要背对观众 自己练三次不要背对观众 真的是 不过这个LED大灯 说真的 这个目前很多是标配的 我今天看了你们那个资料好像用的也特别猛 照明度非常好 比宝马X7还提升了很多 我可以这样说 这是可以说的吗 可以 对他说了 然后看了一下侧边 所以主要他原来换的米其林轮胎 其实米其林这个SUV轮胎用在蛮多车上面 不过都是高级车 你们这次真的是 下雪本 不是你们这次真的要让这些豪华品牌没有路可以走 我差到底了 老师你知道理想万有奶爸车的称号 是因为我们真的为奶爸们设计了很多贴心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 我们在这里踢一下 它就开了 是不是很贴心 为什么要这样子侧边 因为这是一台大型的SUV 如果我们在这的话 因为车位的话 它其实就没有那么长 可能很多人的车位 可能它的车就已经顶到底了 我这个空间我可能是过不去的 所以我们说在这踢一下 这是不是很贴心 你看我刚才一踢它就关了 所以我们这个感应还是很灵敏的 那你这个对装载还有什么特殊 我看是一键放倒 现在大家都有了 对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这个功能 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装载模式 这里有一个键 只要我们一按下 然后它这个悬架就会下降50毫米 这样的话 就是很多奶爸他们要出游的话 就会放很多行李 然后像露营的装备 然后像孩子的婴儿车 这样的话 就即使是女生妈妈 然后也能很轻松地放上去 不过这50毫米现在对我这种身高高的人 相对来讲是比较不适的 不过确实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般身高还是大概175左右 那确实是包括妈妈的可能168 甚至说南天有些不到160那确实是挺方便的 不过说了那么多 大家都说叫我来测什么的 就是来测影响 好不好 今天影响各位测了 可以测 来我们去车内体验一下 有没有信心 有 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人家说影响不好 你跟我说你影响不好 你要离开理想 为什么我要离开理想 你跟他保证书 我们7.3.4的全景声 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走 看我们这个空间是不是感受很豪华 你这边还有小桌板 然后下面有腿拖 然后我们这个座椅也是采用了这种Napa打孔真皮 而且还有座椅按摩 你可以先把座椅按摩打开 然后反正边按摩多踢 消瘦 这个快点我要听音响 而且我们这个是4D座椅 然后等一下你也能感受到它震动 跟看电影那种一样 我还要展示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在以前我们的产品里没有的 而且这也是全球首创的 来看我的手势 来你看看到没 这个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一个鼠标有没有 我要打开一个电影 然后我选中它 然后我也可以去拖 比如说拖到中控 拖到副驾屏这样的 那我们试一下我们这个杜比全景声 看我的手势 它就选定了 就开始播放了 它就做了一个环罩的效果出来 这样一个天空的声道 然后全车是有21个扬声器 2160瓦的这样的一个音响 其实我讲了蛮多次的 就是其实一般的加油音响不难调 难调的是这个汽车音响 因为汽车音响上面它除了多声道之外 它还有很多个喇叭 然后听说你们把人家别的公司的算法 大肆挖到你们公司去了 我们业界都在传这件事 把人家最好的挖走了 你这样好吗 就是说这是我们理想 自己去自研这样的一个音响 然后才会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嘛 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在自研的这样一个道路上 这也是我们中国技术不断在创新的 把人家挖回来就算自研就对了 哎呦 不要看这个啦 这种测试片都不准啦 我想看电影 那我们看一个沙丘吧 不要看那么多 我要看红海行动 我们看国片好不好 就是我的手势 然后我点开 然后我我往右 然后这样就可以快进了 哦 这奶色还挺方便的 然后我松开 它就开始播放了 这套影响确实我们来看电影是很爽的 因为它这个真的是这个多声道的这个调整作品 你看像刚刚那个子弹射过来 你真的就有那种飞过来的感觉 啊做的是不错啊 有没有价值 是不是 但是我要告诉你哦 看电影是音效好 不见得音质好 我等一下还要再检验一下它的音质哦 欢迎欢迎 这个音效是不错啦 这音质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再试试看 我还想再给你展示一个我们的交互 理想同学 阿台你说 打开这个 哎 哎呦 哈哈哈哈 这个也是我们Toff识别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功能 就是说你通过这种语音 你叫理想同学 然后理想通过理想同学通过这个Toff 它会识别我的手势 然后我一点哪 然后它就会下降 这么厉害 这个是不是很很智能交付很好 啊 好啦 试了这么多这种科技功能 炫技是没有用了 第三排空间行不行 你去试一下 绝对让你惊喜 我的身材可以做吗 绝对可以 你去试一下 而且它第三排的这个角度是可以调节的 然后这个调节就在你的左手边 这里有一个按键 然后你往后掰 就是可以调节这个角度 嗯 这个地方 你可以挑一下 我知道 对 我试一下 哦 因为我还可以躺下去 对 然后我们这边还可以提供 六这个后排的座椅加热 我说真的这个第三排 因为这个身高一米八八还可以坐在这里 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没有很顶头 你看嘛 我这个前面还有这么多 那确实还是 你们真的这次是 要把这些豪华品牌赶尽杀绝的 空间做得这么大 但是这次的测试 我们一个终极的试炼 你不要以为 压力好大 我说一句实在话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总觉得这个QQ音乐 因为你们这个好像 它不能够支持高讯源的 那你试一下网易音乐 我试试看别的软件 说真的我觉得这应该是训言问题 不是你们音响的问题 我试一下网易音乐 来嘛 听那个 听那个 真的有差 真的 还是网易音乐的音源比较好 差很多啊 真的 你一定要干倒我 我不能犹豫一下吗 我不能想一下吗 奇怪了 这是为我点的歌吗 婚礼的祝福 哈哈哈 来 好好换你了换你了 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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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我不会唱 快点我们全部的 全国的粉丝 在期待你唱歌 好不好 卧龙跟凤厨 后来 杀 我总算学会了 如何去爱 可惜你 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 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 明白 有些人 一旦错过就不散 像我盛总你错过就不散 好啊 本来想让你离职的 哈哈哈 不过说真的啊 这一套 这一套我老实讲啊 你说听音乐 我个人认为啊 它确实是没那么适合的 真的是还是很这种电影院的感觉 就很多人会有一种误解 就是说 我可能在电影院 看的音效很好 就觉得听音乐应该相对好 但其实并不是 这一套音响我可以说 他看电影绝对100分啊 真的 尤其你们那第二排 或者是前排 有这个震动座椅 哇那真的是听起来 或者是看的时候很爽 但是相对来讲 他放音乐的时候 就开始有点暴露出他的短板了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就是说两者总是不能够兼得的啊 这一套音响 他更适合是拿来做那种 家庭那种 AV影音那种感觉 你知道 比如说很多人什么5.1声道那种 环道感做得非常好 但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他的音质就有一点点可惜 就是他比较没有感情啊 但并不是说他做的不好 他绝对是 目前国产里面没有挂品牌的前两名的啦 我这是摸着良心说 就是说 以看电影来说 我觉得可以给他100分 然后听音乐我就觉得只能打80分 为什么 因为他为了要 让他可以看电影 所以他牺牲掉听音乐这种 发散感 真的我跟这两个是很难兼得 除非你有两套系统 要不然你要兼得真的是很难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在家里有些是AV系统 有些是HIGH FIVE这种两声道的系统 真的是没有办法兼得啦 所以我目前我这套系统听起来 确实是挺厉害的 真的我一直在强调看电影是非常好 尤其你弄全家人在看电影弄 真的是很想上一个指段打过来 很舒服 但是听音乐 如果你一个人在听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还是没有办法像人家那种 纯两声道系统的那种感觉 比较可惜啦 但是你说他不好吗 我觉得一般人一上来 真的还是会觉得很震撼啦 真的你说 除非像我们这种听很久 这种像我家里可能是 当然我家里是用那种99块喇叭 所以其实还在讲 但是可能因为我听过太多好的 所以我一比较 我可以很快的明显的比较出来 但这套系统你拿去市面上 就所有的车比 绝对前两名没问题啦 包括跟 我可以很自豪跟你讲 绝对比我我我的饱滑为健好 我觉得这套系统啊 有一个问题是比较可惜 是他的QQ音乐不能够放高音质的 你一切换成网易云 哇那音质好非常多啊 我还是建议我们未来L9的车主 可以选择网易云啊 摸着摸着良心说啊 是这样子啊 那当然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公平的比试啊 为什么 因为保护为健当时我用的是蓝牙啦 那我这套用你们这种内建的系统在处理 那确实是有一个不公平的比试 那或许下次我可以把小七那台借来 我再试试看 他那好像是没有内建这些东西了 所以他也是只能用蓝牙啦 小七你不要难过我回去哭吧 所以无论如何这套音质 我还是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是挺开心的啦 中国品牌能做成这样子 百万几的 确实是做的 百万几我觉得是夸张的 我摸着良心说 但绝对是在这个价位带 奔驰宝马奥迪 我觉得都不见得会赢啦 当然我觉得 宝马的X6保华为健 听音乐 我觉得他的震撼感还是比你们好 但看电影我觉得没有你们好 这是我 这是我个人感觉啦 真的 我再跟大家讲个小八卦吧 这个理想一直说 他们这套系统是自研的 但是我得到可靠的消息 就是他们把一个算法公司的一流调音师 挖到他们公司去了 这个是可以跟大家透 所以我觉得理想他在这方面还是 对于人才的吸纳 还是很重要 就像这种 这奥迪发展的不怎么样 为什么会把他拉到理想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优秀 优秀优秀 都要嫁人的没关系 我都随便了 随便了 无论如何 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今天听的这套系统 也谢谢你给我这个手势 好不好 谢谢老板 不过还在讲个调试 过来啊 如果你买这个车啊 我觉得你身上就调在全车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前排后排 听起来都没有比较好 我个人是觉得全车是最好的 然后这音效选择就很重要 你一定要切在 HIGHBYE模式 但是如果你在听音乐的话 但你看电影 千万记得一定要调到 环道模式 这很重要 然后均衡器 你就调默认就好了 不要去调整他 因为我刚试过他均衡器调之后 并没有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振动作语就开到最大 哇他看电影真的很爽 我都那种感觉真的挺舒服啦 好不好 挺好挺好 我觉得这套 真的是做的还可以啦 真的是目前国产 前两名绝对是没问题啦 没有挂品牌的 给这么高的评价 你還記得打錢老闆 沒有錢 我們通來不充值 我們只是希望媒體人能以一個比較客觀公正的角度來評價我們產品 這不行 大家不要買 這不行 好啦 其實做得不錯 真的 老實講 其實這種伸縮門把 最怕就是沒有這種設計 很多人他會說 如果我車很不幸翻車的時候 這個藏在裡面怎麼辦 你看理想連這個他都想好了 其實我覺得今天我試這個理想的L9 給我的感覺最主要就是 我覺得他的人機工學跟這種人機互動 還有很多小細節做得是相當不錯 不過目前我覺得我們中國這種新的這種新能源車真的很可怕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豪華品牌未來要怎麼辦 你看我們整個所有這些東西 這種硬件配置甚至軟件一些細節都已經追上去了 我真的覺得這個說他是豪華品牌 是不是500萬內最好的家用旗艦SUV 這他講的我沒有講 這他講的 但是我憑良心說 我覺得這個很有機會成為一個什麼 就是取代Alfa成為明星的保母車 只要這個流行的趨勢衝上來 說難聽點Alfa加價的價格 都可以買一台這個車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潛力的 絕對慢慢的需要這種明星的 你一定要搶我講話嗎 是我做結尾還是你做結尾 這外獎都給你講 都給你講 哎呦還掉了 都給你講啊都給你講 你外獎都給你講都給你講 管死了 對這個是我們也是說我們全新提言 這個分成電動系統 然後我們的熱銷率也提升 然後我們的續航 CLTC達到了1000 啊 啊